大家好 欢迎您一起加入4月2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清明廉价是外出的旺季 而每年4月也是样虫病流行的季节 民众扫墓记组或是山区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避免样虫上升 台东县卫生局就特别提醒民众 最好是穿浅色长袖衣裤 避免被样虫附着叮咬 若出现发烧头痛等样虫病症 应该尽速的就医治疗 样虫病流行季节到来 而在清明廉价扫墓记组及外出到山区游玩时 民众要特别注意样虫上升 根据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依据疾病管制署疫情监测资料显示 113年至目前为止 台东县共累计6例样虫病确诊病例 由于样虫上升之后 会经过12到24小时的爬行活动 才会叮咬人体 随后则会出现发烧、头痛、出汗、 结膜冲血和淋巴腺发炎肿大等症状 甚至可能影响肝肾功能 如果不妥善治疗 死亡率高达60% 我们在台湾每一年的4月 起都是样虫病流行的季节 所以民众在扫墓或是记住 或到山区活动的时候 可能会接触到样虫之身的草存环境 这个会增加感染样虫病的风险 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 台东县共累计了6例样虫病的确诊病例 由于样虫上升之后 它经过了12到24小时的爬行之后 就开始会叮咬我们 在被叮咬之后 被叮咬的会有伴随发烧、头痛、倒汗 以及结膜冲血 还有你发现肿大发炎这些症状 那经过一周的发烧之后 我们在身体的躯干就会出现暗红色的丘枕 并扩散到四肢 卫生局提醒民众 到山区或野外活动时 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措施 尽量不要进入草丛地带 如需进入草丛 应穿着浅色长袖衣裤等保护性衣物 皮肤暴露部位 涂抹精卫腹部和可含DET的驱虫剂 以有效防止样虫叮咬 台东县卫生局在这里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的措施 我们到山区或是野外活动的时候 尽量不要进入草丛地带 如果有需要进入的话 我们要穿着浅色长袖的衣裤 保护这个衣物 同时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尤其是 如果能够把袜子把裤板能够遮住的话 样风就没有办法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那同时呢我们最好是能够在我们的皮肤部位 这个涂抹或是喷散这个卫生福利部署 何可含有DET的驱虫剂 以有效防止药虫的叮咬 样虫感染病例以花冬为最多 民众若出现疑似样虫病的症状 应尽速就医并告知医师相关旅游史 或有无出入草丛等铺路史 提供医师临床诊断的参考 才能对症下药治疗 就讲解台东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